马英九基金会邀请陆生团访台 这两天到大学校园交流 都遇到有学生自发性的前来抗议 就因为陆生团的团员 日前受访时称呼台湾为中国台北 甚至说两岸同根同源 触碰了政治话题 陆委会主委邱锤正说重话 表示已经违反了规定 会祭出行政处分 只是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 萧续曾反批 陆委会开罚 根本是走回戒严的老陆 而陆生团今天上午到了 清大参访时 也再遇到了学生抗议 没有自由 加油 高虎口号表达诉求 马英九基金会邀请的陆生访问团 4号上午前进新竹清华大学 现场再有学生抗议 来 切这 切这往里面 切这往里面 现在呢 甚至中国同学站你就不敢现在了 拿出中华民国国旗 迎接中国访团 学生自发性集结 捍卫国家尊严 就是因为陆生团大谈中国台北 又成两岸同根同源 触碰政治议题 只是访团一行人 似乎不受到影响 会不会想再来台湾 会想 周三下午参访竹科与台积电行程 依旧粉丝到场 奥运桌球金盘马龙 指乎还想来台 只是其他通行团员的言论 却让我方陆委会震怒 海话台湾 造成的社会的不安 我们深表遗憾 做行政方面的处分 他讲出来他的习惯用语 他并没有 他完全没有要去发表政治言论 民意党真正想做的是 戒严 以及断绝两岸交流 陆委会强硬表态 会按照个案情节轻重 申请单位将有一段时间 不得再邀请来台 时间更从六个月到五年不等 马龙五年之内不能来台湾 大陆奥运金牌冠军 要来永度制约坛 许多的金牌 选手明年也都不能来 遭认定违反规定 马办大人不同意 而访团行程中 介练走访过 中山女高与台湾大学 不少学生也对这不平等交流 感到不舒服 谈思动 进化和不实的言论 处于舆论中心时 对学生不闻不问 陆生团来访 进入尾声 却扯出统战 爱花争议 模糊了交流美意 检查统刘春文 徐志谦 台北新竹 综合报道